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的嘉賓 Xavier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特殊的訓練法 叫做超級組 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超級組非常的超級 實際上面超級組的源頭 不可考 我們不知道到底誰發明的 但是就我所知 我們第一次聽到超級組這個概念 源自於Joe Wither 這個人可以說是現今健美界的始祖家教父 算是第一個認真推廣健美文化和運動的人 也是拉拔阿諾斯瓦辛格的偉大人物 那很可惜的是他在幾年前過世了 老人家已經先去了 那在他的32條法則裡面 其中就有一個超級組 那超級組這個名詞 也變成今日已經有很多的變化 幾乎可以說是你只要把兩種動作合在一起做 都有人叫超級組 那今天我們就簡單的去做三個舉例跟示範 讓大家知道超級組有什麼樣的運用的方式 還有其他可能比較適合的運用時機 那首先超級組呢 畢竟是兩種類型的動作合在一起做 所以他勢必比一組一組來得做 還要來得辛苦 也比較容易造成神經性跟肌肉的疲勞 所以在這種時間被濃縮 相對來說 訓練總量會比較大的這種訓練呢 可能就要根據您個人的訓練需求 周期以及當下的身體能力來去做安排 那我個人會建議通常第一次在操作的時候 還是保守一點比較好 準備好了我們就一個一個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類型呢 對於健美人士來說可能比較熟悉 就是我們把相同的動作模式 或是相同肌群的兩種動作把它擺在一起 那常見的做法呢 是一個多關節的動作 搭配一個單關節的動作 譬如是我們胸推之後 接著做胸的飛鳥 又或者是我們在做下拉之後 接著做一個直臂的下壓 主動的肌肉群基本上是非常接近 甚至是完全一樣動作模式也非常接近 那通常在操作的時候呢 如果兩個都擺多關節的動作 會比較疲勞 所以通常會擺一個多關節 再擺一個單關節的動作 為了就是要針對性的去刺激某個肌肉 而且讓它在短的時間裡面 有比較大的訓練量 好那等一下第一個類型呢 我們針對的肌肉群就是胸打肌 好那當然我們前三腳肌 有一個人被綁定在一起 那我們就會拿胸推的器材 然後再搭配一個胸飛鳥的器材 那等一下動作的概念 好相信各位應該也都非常熟悉 不用做過分的解釋 好那胸推做完之後呢 我們是沒有休息的狀況 直接接著來做胸飛鳥 好那我們選擇的動作呢 你可以使用像這樣的Cable 也可以使用機械的器材 好那我們有一些東西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下 那你會發現在做這樣的器材 像Cable動作的時候 我的核心肌群是需要出力來穩定的 好 所以連帶的影響就是 如果我的動作啊 兩個動作都會需要核心肌群用力來穩定 那你可能就比較容易讓身體 有過多的神經性疲勞 那如果你在這些組合上面會覺得很疲勞的話 我會建議你兩個都先用器材 也就是你後面有椅背啊 身體可以比較穩定的方向來進行 那如果你能力比較好 可以穿插一個 我會需要核心穩定 如果能力再更強 你兩個都想要核心穩定 也OK 好 接下來第一種類型的第二個組合呢 針對背部的訓練 那我們會拿一個划穿的動作 再配一個直臂下壓的動作 首先划穿的動作呢 跟我們原本划穿的動作來說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你要做像這樣機械划穿 或者是用槓桿鈴去做曲體的划穿 也OK 但是如果兩個動作呢 同樣對你的核心肌群負擔力比較大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疲勞 這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好 那划穿之後我們就接著做直臂的下壓 那如果我們看這隻骨頭的話呢 它跟我們在做划穿的時候 所做的動作接近是一樣的 好 那動作的時候呢 就盡量不要讓手臂往外打開 也就是盡管你不要做過分的內轉 往下壓的時候伴隨一點點挺胸 好 往上放的時候把你破背器拉長撐出去 再把往下壓把它縮短 那第二種類型呢 就是在主訓練項目 後面馬上接一個輔助訓練 通常這個輔助訓練呢 可能是針對這個操作者的弱項來決定的 那今天因為我們不知道鏡頭前面的你的弱項是什麼 所以我們第二個輔助訓練呢 的目標就是可以主動恢復那個主訓練 來讓你下一組的主訓練你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常見的是 譬如說我們做一個推的動作 不管是胸腿還是肩推 我們接著做一些肩關節活動度 靈活的一些訓練 下拉的動作也是 下拉的動作我們拉一拉 可能接著讓你破背肌有點緊繃撞下 我們可能做一些主動的動作 來讓它的長度可以恢復 但是等一下動作會不會是可以延展得更好 肩甲骨能攻骨的節律也會配合得更好 所以不管上下半身 我們都可以有這樣的做法 再來第二個類型的超級組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的組合呢 我們首先會先做肩推 然後接著呢 我們去做一個Y字型的伸展 來去強化我們肩甲骨周遭肌肉的協調性 主要會針對我們斜方肌的下段以及中速 好那等一下第一個動作的肩推呢 操作的方式是讓手擺在這個橫的把手 手肘稍微在身體前面 往前大概30到45度 好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器材的這個椅子 把它調整椅子的前後 好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那我們剛剛肩推的動作呢 接Y字型的伸展 Y字型的伸展我們可以使用像這樣的Cable 或是用簡單的彈力帶 或者是我們在俯身的狀況下 拿一個很輕微狀況的操作也都是OK的 好那等一下操作的時候一開始我們手 就擺在肩彎節的正前方 那我們讓手45度的往上Y字型打開的時候 應該要覺得肩甲骨中間的肌肉 會覺得用力夾緊 這時候你正面的肌肉會被舒展開來 在這個動作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不要刻意的手肩 好你的肩膀感覺有一點點維持在原本的高度 然後去做打開來 關起來 打開來 再關起來 好那這邊的時候還有一個點啊 需要幫我注意一下就是在這裡的時候 我建議是全眼 面向正後方 全眼就是拇指的位置 打開的時候會面向正後方 再來第二個類型的超級組啊 組合的第二種呢 我們把它搭配下拉動作 然後再搭配一個瑜伽的海豚式 目標就是呢 在我們收縮完擴背機 訓練完擴背機之後呢 我們做一些主動恢復的動作 來恢復擴背機的長度 以及活動範圍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先從下拉動作開始 那我們下拉的時候可以選擇 各式各樣下拉的這個器材 目標是讓人維持直立的時候呢 垂直把重量往下拉 讓肩胛骨跟手肘都慢慢的接近骨盆 再把它拉長放圓位 第二個類型的動作選擇 搭配的是海豚式 那我們在下拉動作結束的時候 擴背機如果覺得緊繃啊 你會發現 你的擴背機沒有辦法放長 手很難高舉過頭 所以我們接一個海豚式呢 我們不會把動作做得非常累 但我們會把動作做得比較細緻 而且比較精細一點點 它的概念是我們在軸身棒式的時候 透過把手肘往你的頭頂的方向推 然後把你的骨盆往天上推到最高點 這個時候會主動收縮相反的肌肉 把你的手臂往上抬 然後讓背部的肌肉得以被拉長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棒式的時候 撐好的時候 手肘就要微微的往前推出去 接著我們讓膝蓋接近打直的狀況下 用手肘推地板把臀部往天上推 腳跟慢慢接近地板 跳回來 好的 動作的時候記得 都要有肩甲骨往地面送出去的力量喔 都可以塌下去 那這種輔足訓練呢 我個人就會建議大概只做五到八下走就可以了 好 我們的目標就是做完之後呢 你應該會感覺等一下做下拉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動作範圍可以變得更大 而且你擴背的感受度也可以變得更好 那第三種呢 其實在這個提示人界其實最常被運用的 我們叫做捷抗組 就是一個主動的動作呢 配合一個完全相反的動作 好 所以它的動作的概念會先是 接近是同樣軌道 同樣動作模式上 只是向心收縮的方向性完全相反 譬如說我們胸推 接著做一個同樣軌道的滑船 肩推接著一個同樣軌道的滑船 好 那在這個交互這樣訓練狀況下呢 會引發一個身體現象在交互意志 那我們往這個方向推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看胸大肌 胸大肌會變緊繃而且縮短 我們往反方向拉了之後 這個時候肺部的肌群收縮的時候 其實會讓胸大肌的長度恢復 並且讓它有放鬆休息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交替輪流的這個情況下 有可能可以讓我下一組的胸推的 控制能力更好 動作幅度更大 風險更小 甚至有可能多做一兩下 對 所以這是捷抗組的目的以及好處 雖然貌似看起來 你是把東西蓋在一起的 的確變得比較對沒錯 但是有機會在這中間裡面 增加運動表情 這是第三種類型的Super Set 也是用捷抗的方式來操作 那概念我們剛剛前面講解過了 就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搭配的是一個 往前推的胸推 接著一個往後拉的滑船 那建議大家在挑選跟操作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創意 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動作 來去做組合 那如果說剛好遇到人家 跟你做的動作是一樣的時候 也請不要佔用器材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可以變化 不一定要器材A配上器材B 只要是差不多的軌道 然後去做相反的肌群 同樣的軌道相反的地方把臉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剛剛胸推的動作呢 接著我馬上接著做滑船 透過收縮背部的肌肉呢 可以拉長我們正面的肌肉 並且來達到交互抑制的效果 來讓我們前側肌肉的張力被回復 長度被回復 而且可以有更好的活動範圍 甚至等下你在推胸的時候 應該不會覺得緊繃 甚至有可能可以多推兩下 最後第三種類型 捷抗的動作組合 第二部分 我們會做下拉 接著馬上去做肩推 那一樣是一個 接近是同樣的動作軌道上面呢 相反一個發力的方向 所以一下子做往下拉的時候 我們讓肩甲骨人手臂都往下沉 推上去的時候 就讓它往上走 好 最後一個類型 最後一個組合 我們剛剛下拉之後 接著肩推 好 等下我們肩推的時候呢 會順勢讓我們手臂往上舉 離開我們的身體靠近耳朵 這時候肩甲骨會自然往上轉 那我們剛剛下拉的時候呢 手臂是往下沉 肩膀往下沉 肩甲骨會靠攏 會往下轉 所以我們等下上去的時候呢 會自然地把剛剛已經收緊了肌肉 都把它拉開來 好 然後我們正面的肌肉呢 就會跟著被縮短 這個時候會主動恢復這邊長度 也讓這邊有恢復皮膏效果 那接著注意的時候 我們動作的時候肩甲骨應該是上下轉 好 不是聳肩再下來喔 好 應該是有點往旁邊推開 再下來 往旁邊推開 再下來的感覺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超級組訓練法 然後針對上半身的肌肉群 好 那除了輔助訓練之外呢 輔助訓練我們通常都是 比較保守 用比較輕的重量 用比較低的次數 然後去把動作控制做好 那至於說像是其他類型的搭配呢 我們的動作基本上呢 都會做到接近力竭 也就是到快要沒力 當然是動作品質良好的狀況下 那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操作 這樣的超級組 超過這樣的訓練法的變化 建議多抓一到三下保留次數 來把自己的動作品質控制好 以及控管好自己的疲勞指數 畢竟如果我們一開始 原本這麼多的動作 要花一個半小時練完 把他全部都變成超級組 可能只要15分鐘就練完了 那你一定相對來講 會變得累很多 那如果說你會有 這個過度訓練的狀況 比如說身體會覺得很累啊 肌肉穿空延伸很久啊 那請務必稍微把你的強度 跟你的訓練早上稍微降低 使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務必斟酌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謝謝大家 那等下動作的時候 這個相反的動作模式 講錯啦 相同的動作模式 一個相反發力方向 這一段可以請行銷 幫我減量嗎 謝謝 我們可以禮貌的詢問他 可不可以一起用